自去年5月 德国政客和部分国际人权组织 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 围绕着大众在中国新疆的工厂轮番炒作 据英国金融时报和路透社报道 当地时间12月5日 德国大众汽车发布声明称 审计机构经委托进行独立审查后 没有发现大众新疆工厂 存在任何强迫劳动的迹象或证据 大众汽车在声明中表示 此次审计由德国人权调查公司洛宁 和两名中国律师共同完成 声明称 审计团队按照国际人权原则的管理体系标准 通过对大众新疆工厂197名员工的员工合同 和工资支付进行现场采访和调查 评估了该工厂包括同工 强迫劳动 健康和安全在内的八个领域 最后 审计团队没有在大众新疆工厂 发现所谓强迫劳动的迹象 我们找不到任何强迫劳动的迹象或证据 洛宁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马库斯·洛宁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审计团队被允许自由检查新疆工厂 并对该工厂进行了40次采访调查 金融时报提到 马库斯·洛宁此前曾任德国人权专员 马库斯·洛宁还说 该工厂员工的工资高于平均水平 目前工作强度并不高 他补充称 这家工厂以前负责组装车型 但在疫情后缩减了运营规模 现在只处理技术调试和交付货工作 上述声明所指工厂为 大众汽车与中国合资企业 上汽集团在乌鲁木齐设立的工厂 据公开资料 上汽大众新疆汽车有限公司 于2012年5月奠基 于2013年8月正式开业并投产组装 公司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 是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在中国西部地区的首个生产基地 最近几年 西方国家中的少数反华分子 频频炮制谎言 污蔑新疆存在所谓 强迫劳动和人权问题 对此中方已经多次做出有力驳斥 去年5月 德国政客盯上了大众新疆工厂 当时德国联邦经济部 以强迫劳动为由 拒绝了一家公司的四份申请 决定不为其在中国项目提供担保 有德媒援引消息称 被拒绝的公司就是大众 随后 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第一时间回应称 大众将继续经营在新疆工厂 并认为 这家工厂将有助于改善当地人的生活条件 大众中国前首席执行官冯思汗 去年7月重申 大众决定将继续运营 其在新疆的工厂 今年2月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贝瑞德 在参观位于中国新疆的工厂后称 他没有看到任何强迫劳动的迹象 大众汽车对外关系主管托马斯·施贝特也表示 大众将旅行与合作伙伴上汽集团的合同 继续运营其在江工厂至2030年 路透社称 大众高管的表态 遭到一些国际人权组织的质疑 今年早些时候 大众投资者要求大众 对新疆工厂的劳动条件进行独立审计 花旗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大众最新的审计结果 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投资者疑虑 并扭转其股票在遭受指责后表现不佳的局面